理財分半鐘 財路自然通 理財分半鐘 林修詠 医療費用 是不是可以用來扣稅呢 假如你報稅的時候 是用逐項扣稅 Itemized Deduction 超過你收入7.5%的医療費用 是可以幫助你減低要付稅的收入 但是這些医療費用 一定是屬於那個報稅人 和他受撫養人的醫療費用 醫療費用的範圍很廣泛 除了所有的醫生 醫院 醫藥費用之外 還包括一些比較特殊的項目 好像墮胎 針灸 戒煙 戒酒 甚至減肥 裝假牙 激光矯正近視眼手術 嚴眼和配眼鏡 脊椎神經科醫療 隱形眼鏡 購買拐掌 人工受孕 絕育 助聽器 清除有緣分的油漆等等的費用 健康保險的保費 長期護理的保險保費 養老院的費用 心理治療 物理治療等等 此外 和醫療有關的交通費用都可以扣稅 假如報稅人已經離世 在去世之後 一年為寫者支付的醫療費用都可以扣稅 為家中的寵物化的醫療費用 由於小動物不是屬於你的dependent 這些費用是不能夠包括在醫療費用裡面 我是林修榮 下次再在理財分半鐘見面 好嗎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